我來講一下對於這個輪香飯的感想 它其實上面鋪的那些食材 下面是那個白色的米飯 它其實不是沒有像炊飯一樣 它的那個米飯沒有什麼太重的味道 可是它的米很好吃 而且很飽滿 剛剛我看到它的那個菜單上面介紹說 這個米啊它是用快晶等地產的米做的 其實啊因為因為核災的關係 所以新冠已經把年9年過去了 那不僅是外國人 那其實日本本國人他們對於 福島縣農產品還是很有 多少還是會有點疑慮 銷量當然已經是不如活去那麼好了 但是我覺得這次到底是怎麼樣 說在我覺得沒有care那些 畢竟我們生活中會接觸到的輻射 多太多了吧 而且其實我覺得日本 基本上我覺得當然還是會有漏洞 可是在食安控管這方面 我相信日本是做的其實已經算是很好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對於福島的農產品 一些食物其實可以不用過度的憂慮 或是過度的牌制這樣子 很好吃啊 海鮮也很好吃 都很好吃 很好吃 它這上面這三個東西 裡面只有鮭魚 它是味道比較淡一點 它其他的 也就是像是香菇啊 筍子那些 味道都比較重 而且 真的看得出來 這個就是香土料了 因為它沒有用什麼特別高級的食材 用的都是平常大家都可以拿得到的 而且很一般的家常的食材 很好吃 很好吃 然後這個扣子的量真的是蠻多的 所以要花很多花的時間把它慢慢吃完 這樣 反正現在 反正還早才快6點而已 待會吃完回去 還可以慢慢的收心理 準備收拾一下我的心情 福島的最後一個晚上 六天的旅行真的很快 能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呢 從福島目前 之前是有原動航空有直飛 但是原航 他們在經營倒閉之前5月份吧 直飛福島的航行就已經裁撤了 所以目前台灣是沒有任何航空公司 可以有班機直飛福島 那我這次來的話 是從仙台進出 我先飛仙台 然後再坐行鞋 先到峻山 但是如果說你們的行程 第一天第二天 就是先把快捷路送安排在前面的話 從仙台機場 也有直接到快捷路送的巴士 只是要坐的比較久這樣 那因為東日本的那個JR Pass 它是 嗯 像其實五天 所以我安排的行程 基本上是前五天 就是到今天為止使用那個PASS 那明天因為我要回仙台搭 我是搭高速巴士回仙台 所以用不到PASS這樣 所以剛剛好 就是銜接的上 那從這邊到仙台車站的高速巴士的費用是三千一百塊日圓 其實不便宜 但是應該還蠻舒適的 而且大行李都可以放下面這樣 沒有問題的 那車行時間大概兩多小時吧 明天上次的時候再拍影片給大家看這樣子 吃飽了 超飽 但是我沒有吃完飯還剩了一點這樣 因為真的太量太多了 然後 現在來吃水果了 它的水果是用很可愛的葫蘆形狀的盤子裝 今天一樓的大包廂有一群好像 叫什麼什麼工會的人吧 他們在這邊辦那個聚餐 所以就是服務人員都特別特別忙 他們樓下剛剛一口氣叫了食品的那個玻璃瓶啤酒冰 說一下今天吃完的感想 其實我覺得很好吃 但是好像沒有到四千多塊的夾子 我覺得如果大家之後有到這邊來 然後也有想來這裡吃的話 我建議最多最多就是吃到三千三 就是最基本的那個就好了 要不就是單點那個輪香飯 而且我覺得輪香飯兩個女生吃 可能比較剛好一個女生吃不完 好多喔 這次走完福島啊 東北六縣我就 目前剩下三個縣 就還沒有吃過 岩手、青森還有秋天 其實 這次在計畫福島的旅遊之前 我一直就是在考慮我到底要去福島還是去岩手這樣 岩手的縣也是在海燒當中受創相當嚴重的一個縣市 其實 這邊也有海福島 岩手 工程沒有,工程在內陸 就是福島跟岩手這兩個縣 受創真的很嚴重 好 那是說台灣現在喔 就是有直飛 花卷 岩手縣花卷的那個 包機 所以其實蠻方便的 那 岩手縣那邊也是有 溫泉,不是花卷溫泉啊 那些這樣 但是相對於其他地方來講 嗯 因為我本來沒有仔細去研究啦 所以 我想它可看性應該還蠻高的 比如說像是岩海那個 之前受創超嚴重的那個南山路亭啊 等等 就是 靠海那邊他們的海鮮應該很好吃 嗯 下一次吧 青椒我也特別想吃 總總 總之啊 就是 東北剩下再三線 我都還蠻有興趣的 慢慢玩 這本身的玩不玩耶 等到東北六線走完之後 嗯 我覺得 好像 就可以再去這邊還到了 今天下午啊 我從 就是 直劍線那邊回來之後 我先回飯店休息一下 因為真的好累喔 早上快那個 直線那邊一直在下雨 而且 有點狂風 今天 不管是這邊還是直接 整個福島就是狂風 然後有些地方有暴雨這樣子 所以我整個 整個整個好累喔 所以回來回到 快心肉送之後 我就先回飯店休息了 然後後來大概四點多出來 我就搭了那個 搭上了錯的方向的 巡遊巴士 但是 就是無心插流流成汁嘛 剛好它就是 我是從 起站那個快心肉送 開始上車嘛 我是坐到最後一站 才發現我就錯了 好痠喔 但是也是因為這樣 我就是從頭 坐到尾 然後 坐在遊覽 就是坐在巴士上面 繞了很多 可能我們走路走不到 我 我原本也沒有想到去的地方 這樣子 等於說 就是繞了一圈快心肉送 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城市說得在的 它 熱鬧的地方 其實也只有在 那個車站前面 但事實上也沒有到 非常的熱鬧 畢竟 快心肉送這裡它 算是沒有百貨公司吧 沒有百貨公司 然後也沒有電影院的樣子 總之它就是一個很鄉下的 觀光地區 當然應該有的還是有 飯店啊 超市啊 超商啊 然後 觀光景點 這樣子 但是就是那些大城市繁華的那種感覺 在這邊也是找不到的 那剛剛有一條 他們有一條叫做那個神明 神明通 那個商店街 其實 讓我感覺跟我去年去京都的時候 看到有 不知道怎麼長的時候 已經我勇往 有請獅子來解答 有請獅子來解答 我們去年 跟樂樂 買了那個髮油的那個 吃完 吃完很好吃的米飯 然後我們買了髮油的那個商店街 叫什麼商店街那條路 我忘了 跟那個 裝潢跟那個 商店街有八七八像 可是 人潮差太多了 那個 完全就是很冷清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太冷還是不一樣 超冷清的 吃個葡萄柚 所以這邊基本上 真的就是一個 嗯 想想 那其實福島啊 有很多 其實這邊 很多人說這邊是蠻適合自駕的 因為這邊是鄉下 鄉下地方嘛 所以不像大車的是一樣 車子很多 所以對於 嗯 對於 鎖駕的台灣人來講 可能如果 第一次在 在日本開車的話 其實 是比較適合挑上 這樣子 路很大 然後車很少 人也很少的鄉下 但是不建議 冬天來喔 如果 沒有雪地開車 還有沒有幼駕經驗的話 是建議不要 冬天的時候不要到日本自駕 那 畢竟我覺得 路面結冰啊 或是下雪 影響視線什麼的 這些我們在台灣都 沒有 沒有學過的嘛 嗯 我覺得安全上 會比較 努力這樣子 那我吃完飯了 我就要回飯店啦 其實我剛剛講一下那個 我這兩天 住兩個晚上 那個 Alpha One 欸 欸 欸 Alpha One 它是純過連鎖的那個 飯店 可是我覺得 快速那麼久 因為我 今天我這次 去的時候他們剛好 開始整修了 在一樓那邊 餐廳整修到明年的 三月四月 這樣 所以我看到那個施工線 然後覺得 好 就是有點 當然不是很美觀 不過 飯店要整修這個沒有辦法嘛 再來就是 它 可能它陸陸續續會 開始做內部的裝修吧 對 因為它這家飯店真的是 設施其實 當然我覺得清潔感是蠻好的 很乾淨 但是設施相對就是很老舊 電梯怎麼都很老舊 啊那個 他們官網上面有沒有講 就是 這陣子好像部分房間的那個 內線電話壞掉 不能用這樣 其實那個老飯店就很容易 很容易出現這樣的狀況 各種 各種故障 對啊 但整體來講 還行啦 只是 嗯 我覺得他們的床 沒有我前幾天住的那個 我還要好睡 還是因為我昨天一直心心念念 今天早上還很早起床 所以我睡不太早 但可能不是床的錯 這樣 因為我怕我騎不來 或是 錯過車子 我就心裡有點亂 就睡不著 我想今天晚上應該會睡得蠻好的 其實我明天早上8點40的 巴士 我應該是 7點鐘就要起床了 然後 8點20分 就要去巴士站那邊 倒抽 因為他那個不是 不是起站喔 所以他是在那邊 停一下下 可能兩三分鐘 他就要開走那種 所以一定要準時 如果是起站的話 他可能會 比如8點40發車 他可能8點30就來了 這樣之類的 不是 他前面還有兩站 這樣子 然後 滿足 好飽 我覺得這次的旅行好像 吃的重點還蠻多的 因為太冷了 走沒幾步就想吃東西 沒有辦法 補充了 我自己的每天都走超過一萬步耶 旅行的感想等明天到機場 再來做一個總結好了 等一下 準備要走啦 快收電話 拜拜 真的 快結束 快結束 練習 在伯父 好 結束 玩